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议会的来宾来寻找一下 刚刚我们的王美花部长被判了2016年的王美花次长 请问一下哪一位才是真正的您 王美花部长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代表台湾去美国谈判台美的TIFA 那面对美国当时要求开放莱猪的时候 王美花部长那时候在会议中仍然勇敢的向美方表达考量国人的消费习性 强调牛猪分离的原则 所以呢当时2016年的王美花到哪里去了 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蔡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 就开放莱猪 王美花部长好像又变了一个人 那个时候的当年在谈判桌上的 跟美国人勇敢捍卫牛猪分离的王美花部长去哪里了 王美花部长当时可以跟美国人要说要考量国人的消费习性 这几年国人的消费习惯有变吗 台湾人有比较少吃猪肉吗 我们拜拜的时候心累也是照旁起来 不会在2016年的时候拜心累 现在没有在拜心累 也同样要拜啊 我们的消费习惯有变吗 当然没有 那变新的变的 辜负人民的 食安的 放弃人民的 健康的 就是民进党 我想台湾人民都很好奇 号称谈判专家的蔡总统 号称谈判达人的王部长 在莱猪开放之后 让台湾人到底是挖到什么好看的 暗时说出来让台湾人批评一下 到底我们换到的是台湾的经济支持 还是民进党的政治支持 请王部长仔细地告诉全台的老百姓 我们到底去年的TISFA 谈判的时候换到了什么 到底台湾老百姓牺牲 要吃莱猪换到的是什么 民进党一直宣称说 蔡总统在去年宣布开放莱猪之后 如果现在台湾禁止我们进口 那会让国际社会觉得台湾失信用 甚至无法加入CPTPP 但究竟是哪一个成员国 要求台湾开放莱猪 才能加入CPTPP呢 我们为什么要被迫陷入开放莱猪 跟加入国际的经贸组织 二选一这种困境呢 把开放莱猪跟加入国际组织绑在一起 这根本就是民进党惯用的政治操作 也是民进党为台湾设下的外交骗局 感谢观看